大熊猫抒擒宝宝出生23小时后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雅安逼风峡基地的工作人员 确定抒擒母子一切正常 随后迅速成功地将幼崽从抒擒块中取出 我们工作人员进去的时候 很快就把那个小崽取出来了 然后它也没有像有一些猫那样 取得追赶这些 感觉它应该比较累了 它就是让你把它取走 它自己可以休息一下 以前有些熊猫就是 它在扶育幼崽它累了之后 它会把手摊开 让你给它小崽带走 然后它自己给轻松一下 工作人员将竖心宝宝送往了 在雅安逼风峡基地的育幼室中 并对其进行初步的称重 性别检测 并帮助其排便等人工育幼环节 宝宝体重156克 性别为雌性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育幼人员 向我们介绍了竖心宝宝的详细情况 第一个就是看一下 就是判断一下这个大熊猫幼崽 在母亲那里吃来的状况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也是一个健康检查 就是看一下大熊猫的消化系统 排泄系统 这些东西怎么样 它156克 就是说对于大熊猫幼崽来说 它才是比较重的一个小宝宝 你们在为大熊猫排便的时候 你手是很快速的动 它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呢 没有 因为这种其实它是相当于还是比较舒服的 我们是模仿的那个母亲 用舌头给它排便的一个状态 用棉球给它排得便 这个它没有不舒服 7至10天左右 然后它就会眼圈变黑啊 很肩带变黑啊这些 就是说慢慢地显示出 它大熊猫的应有的那种黑白分明的特性 那它的眼睛是在它的长毛之后 才会慢慢睁开吗 对 它眼睛的话 大概的话应该要40天左右才会睁开 关于大熊猫树形和宝宝的情况 熊猫频道将会持续关注